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12月7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国实录 再过两周,国会即将进入圣诞和新年修会期 因此新一轮的9000亿纾困法案 究竟能否达成广受外界的关注 据相关消息透露 7号,也就是今天新一轮的索困法案 渴望绑在更大规模的年终预算案中一并通过 因为年终预算案若再不通过 本周末联盟政府将面临关门 根据参与议案讨论的佛门特州参议员桑德斯等人表示 在这次的法案中 不会有每人1200元支票的这些方案 这是作为两党妥协的一个条件 有议员指出 给每人发放1200元支票 这会让国家举债3000亿美元 据称,拜登也希望能够给每人发放1200美元的现金支票 但他也认为迅速妥协才是当务之急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补助 据议员透露 直接发现金的方案 可能要等到明年1月20号之后才会再次讨论 而方案是否可行 最终可能要看乔治亚州1月5号的参议员选举结果 究竟有哪个党掌握参议院多数席位 虽然1200元现金支票的疏困方案将落空 但新一轮的疏困方案可能将会为失业者提供每周 约300元的失业津贴 另外,川普政府也已同意 延长4100万美国人的学生贷款减免一个月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从3月13号起 4100万拥有学贷的人 可暂停缴纳学贷和利息 约3300万借款人暂停支付 教育部也未向另外的800万 没有按照合约如期还款者追究责任 这项规定原本将于今年年底到期 而根据新一轮的法案 这项福利可能会延长到明年的1月31号 昨天12月6号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称 他的律师朱利安尼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 他在推文中写道 纽约市历史上最棒的市长朱利安尼 一直努力不懈地揭露 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 他已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早日康复 鲁迪 我们还要继续战斗 据CNN报道 朱利安尼昨天已住进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医院 据悉 朱利安尼的儿子 在白宫上班的安德鲁·朱利安尼 在11月底被检测出确诊新冠肺炎 但目前还不知道 他是何时收到确诊通知 也不确定是在哪里被感染 但作为76岁高龄的朱利安尼 确实属于高风险人群 朱利安尼的确诊住院消息 传出之后几小时 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和众议院紧急宣布 从7号起休会一周 由于朱利安尼在上周一 曾和十多位共和党籍亚利桑那州议员 在凤凤城开会讨讨论推翻大雪结果的事宜 曾有过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 亚利桑那州众议院在声明中指出 由于最近出现确诊案例引发关切 基于慎重起见决定休议 议会大楼完全关闭 所有人都不许进入办公或开会 12月6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委内瑞拉立法机构 国民议会选举 是总统马德洛一手策划的骗局 在本次选举中 如果马德洛所属的委内瑞拉联合社会党胜选 他就可以控制国民议会 他的权力将会变得更无约束 据悉在委内瑞拉国民议会 是唯一不受社会党掌控的机构 而其他各级机关 包括最高法院和军队 均已被马德洛所控制 因此获得美国支持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 带头抵制这场选举 并称这场选举是骗局 五年前 反对派在国民议会选举中 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胜选 如今新一届的选举在即 12月5号 马德洛在总统府表示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我们一直保持着耐心 而对于委内瑞拉这场选举 同时也正值美国总统大选 泄入僵局之际 昨天蓬佩奥在推特上 别有一寒的发文表示 今天发生的是诈骗和骗局 不是选举 据美联社报道 由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副馆长 夏皮洛汇编的年度加剧 是耶鲁语录的年度更新版 耶鲁语录于2006年首度发行 夏皮洛表示 他所挑选的语录 并非都是令人赞赏 或具有说服力的语录 而是因为这些句子很有名 或特别能凸显时代精神 今年飞翼男子弗洛伊德 被明尼阿布利斯警察 在街头以膝盖压紧时 哭哭哀求的那句 我无法呼吸也被入选 另外还有总统大选期间出现的语录 另外还包括拜登对一名女学生所说的 你这个撒谎的狗脸小马士兵等语录 而位于十大语录之首的 则是防疫专家福奇呼吁民众戴口罩 获选今年美国年度最佳语录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十大语录 第一则是戴口罩 出自福奇博士5月21号CNN专访 第二 我无法呼吸 出自弗洛伊德5月25号 在明尼阿波利斯向警察发出的哀求 三 有一天它会像奇迹一样 它会消失的 出自川普总统2月27号 在白宫举行的非议历史月活动中 谈到的疫情 四 我看消毒液只用一分钟就能把它消灭 只要一分钟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能通过注射 或一次性清洁来做到这一点呢 该据出自川普总统4月23号 在白宫向新冠工作小组的讲话 五 我绝对不会向你们撒谎 我向你们保证 出自白宫新闻秘书凯利·麦肯尼 5月1号主持她的首场个人记者会 六 我最热切的愿望就是 在新总统就职前 我不会被取代 出自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 9月临终前几天 向孙女克拉拉的口述 七 如果你不知道是该支持我还是该支持川普 那你就不是黑人 出自拜登 5月22号 接受电台节目早餐俱乐部专访 8 科学不应该成为阻碍 出自白宫新闻秘书凯利·麦肯尼 7月16号提到开学复课的问题时 9 你是个撒谎的小狗脸的小马士兵 出自拜登2月9号 在新汉布萨尔州 汉普顿的一场造势大会上 对一名提问女生的回应 10 今天我们都是胡人 出自NBA洛杉矶快艇队主教练瑞福斯 1月26号科比去世后发表的讲话 美国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但究竟先对哪些人注射 各州仍未出台确切的办法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 因此纽约等几个州 干脆把权力下放到各个医疗机构 让医疗机构自行判断 注射人群的优先顺序 而医院等一切机构 需要在几周之内达成最后的决定 据政客网站报道 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顾问小组 已经通过方案 认为医护人员和疗养院人群 应该成为第一批接种对象 但小组的建议并不具有约束力 而最后真正实施 还是得根据联邦和州府的态度来进行 另外全美的医护人员共有2100万 疗养院的人群也有300万 而12月底可以使用的第一批疫苗 根本不够让所有人接种 因此各方仍需解决疫苗注射的先后问题 面对这个难题 纽约 肯塔基 密西西比等州宣布 将这个决定权下放到医疗机构 肯塔基州州长贝沙尔表示 医院最清楚哪些人风险最高 纽约最大的私营医疗机构 诺斯维尔医疗的高管贾瑞特也表示 州政府无法过问所有的细节 相信医疗同行对所在的社区的情况 是最了解的 目前预计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 渴望最先进入市场 如果这两款疫苗都能通过审批 那么在年底之前 应该能够提供2000万剂疫苗 到明年12月份 还能再有3000万剂和5000万剂 供应到全国 据联邦政府表示 过去几天 联邦已经开始通知州府 各地将会得到多少剂疫苗 但根据宾州方面表示 他们一直没有收到消息 因此有人认为其他州 可能也会存在类似的问题 由此可见 全美在分配疫苗方面 还是缺乏一定的沟通 据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学者 唐纳预料 到时候可能会出现 比较混乱的情况 另外还值得关注的一点 是辉瑞疫苗 需要在极低温的状态下保存 一旦从冷库取出之后 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使用 对此 俄克拉克马州卫生官员 弗瑞建议 如果医院安排员工注射后 还有多余的疫苗 应该就地安排 医院的高危病人接种 这样可以避免疫苗的浪费 加州的疫情日益严重 据相关统计 12月6号 加州新增确诊病例 突破3万例 打破12月4号 单日新增确诊 21986例记录 对此 民主党籍加州州长纽森 发布了最新的严格防疫规定 最新规定以各地区医院的 加护病房是否满额作为判断标准 要求酒吧 发廊 美甲等店铺暂时关闭 从6号晚上11点59分开始 发布居家防疫规定的区域 餐厅的室外用餐也必须暂停 位于北加州的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宣布 从6号晚上10点开始的居家防疫新规 使全州约84%的人口 大约3300万人 需在6号晚上开始遵守居家防疫令 纽森表示 如果地方政府不愿意配合落实 新的防疫规定 州府将扣住地方的预算 然而州长纽森和旧金山市市长布里德 虽然都在呼吁民众不要到餐厅用餐 但两人自己却在11月间 却被发现都曾在 纳帕谷的高档餐厅享用晚餐 因此两人的行为 遭到各界的强烈批评 对于已经忍受了8个月疫情的 部分加州民众 加州当局的限制令 使他们显得格外愤怒 其中也包括部分执法人员 洛杉矶郡 陈郡和河滨郡的警长 已明确表示 他们将不会配合执行这些防疫措施 河滨郡警长毕昂可 在警察局网站表示 他的办公室将不会被胁迫 霸凌或利用作为对付居民的力量 来执行州长纽森的命令 陈郡警长巴恩斯 也在书面声明中表示 陈郡警长的下属 不会对佩戴口罩 社交聚会 或禁足令相关的报案电话出警 或作出回应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 来自印度的消息 虽然这则新闻跟我们的美国实录无关 本来是应该放到国际聚焦这个节目中去 但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这个信息 引起重视和做好预防 我们还是把它放到了这个流量相对较高的美国实录中 印度南部安德拉省在上周末传出一种神秘的怪病 140名患者出现眼睛灼热 呕吐等症状而住院 卫生部长西里瓦斯表示 这些患者的新冠检测均呈阴性 应该和新冠肺炎无关 相关事件正在调查中 据安德拉省当地的医生指出 这个病的症状很广泛 包括呕吐 癫痫 失去意识等 由于全球还在对抗新冠疫情 医护人员也对这些症状进行了删查 但这些患者的新冠检测结果都呈阴性 因此可以排除确诊新冠病毒的可能性 位于印度安德拉省安鲁鲁的当地医院 已经控除了很多床位以备应急 当地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身体感到不适的人 尤其是儿童 在眼睛感到灼热后突然开始呕吐 其中有些人晕倒或癫痫发作 安德拉省卫生部长 西里瓦斯表示 这些患者的血液样本并没有验出病毒感染 卫生官员前往这些患者的疫区视察后 已排除水污染或空气污染的起因 目前只有等待实验室进行分析后 才能知道这种怪病的究竟 2020年注定是一个不太平的年份 新冠疫情已经使全球陷入一片混乱 希望在这个庚子年末 全世界都能够相对太平的度过危机 但是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防患于未然 对于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要做最坏的打算 但求最好的希望 希望我们的世界能够早日恢复平静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2020年12月7号上午11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1501万0910例 累计死亡人数28万7003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16万3253例 死亡人数是1064人 纽约州今天新增9554例 死亡26人 加州新增20475例 死亡56人 新泽西州新增604例 死亡13人 休斯顿新增1301例 死亡4人 芝加哥新增3190例 死亡23人 长岛纳苏郡新增739例 死亡0 长岛苏福哥郡新增1119例 死亡5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转发留言和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